回顧過去 前瞻未來 歡迎大家收看堅尼讀書 我是大家的主持 柴宇漢 上星期跟大家介紹了一本書 就是汪文昇日記 即是汪精為女的日記 我相信大家都會記得 看到的是作者的一片冰心 我們看得到的這件事之外 今個星期會介紹一下 他爸爸的一本著作 汪精為此生何所謂 汪精為亂世抉擇 為何要講一下這本書 一來當然上星期就講一下婦女關係 連帶介紹這本書 二來的我自己挺喜歡研究 宣宗山和時期的一些人物 例如可能說王興 又例如說湖漢文 再例如的就是說汪精為 汪精為民國初年 我自己看得到的 是他在那時候真是一個問答 很多的東西都是由他起草去發表 而另外的我們大家都會知道 可能大家對汪精為的認識 由最開始的時期 應該是在行刺攝政王 大約是1910年的時候 尤其是他在獄中寫出 引刀成一塊 不負少年頭 這兩句的詩更加是非常精彩 我們去看這一首詩 其實這本書都會有截錄下去 而另外的可能是會說到 汪精為去鑽言三民主義 其實他和胡漢文先生對三民主義認識都非常深 當然今天就不是說這一樣 而是說說汪精為他的一生 在他的時候會看到他年少非常有氣魄 也會看到他社會上有種種的律念 也會做過國民政府主席等等不同的職位 這本書記錄了很多的想法 我們看看聚言介紹 聚言會提到朱安培先生的一段文字 他提到以文學目光觀之 讀者能從往事不下欣賞到中國語文的內涵 以歷史角度而言之 這本書會是鑽言民國歷史的入門作 逐步引領讀者深入研究汪精為文献 即使早已閱讀過系列作的俗讀者 亦都可以透過語錄深化記憶 借鑑汪氏的話對人生 視覺做出不一樣的思考 很感謝朱安培的介紹 他說出這本書是用語錄去寫成 剛才會提到的有很多文學 有很多歷史會在這本書中可以看到 我自己會突然想起一句說話 司馬遷說過一句說話 救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我們看得到這15個字去說出的是 救天人之際是一個哲學思想 如果我們說通古今之變是史學 再去看成一家之言是文學 而在這本書中 汪精為大概都是用這一種方式去寫出來 從文學 從歷史 甚至從深化的記憶 每一個的環節都真是絲絲入扣 我會想起自己做節目最開始的一句說話 回顧過去 前瞻未來 其實這一句說話正正就可以看得到 以前一部份歷史人物的思考 我們再看看內容重點 其實這本書中 剛才也有說過 是一些語錄寫成 而裡面會包括了的是365篇的語錄 其中很多都會說一些政論 書信 甚至演講等等 都會令讀者體會到汪精為的少年思想 政治理念 以及人生哲理等等 這本書分為了七個題材 政治與民眾 國家與民族 戰爭與和平 革命與犧牲 哲理與文化 建徵與愛情 自然與風光 我比較喜歡的是其中三個部分 稍後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部分是說革命與犧牲 在第四十三節內容會提到 革命之勇氣 由人心而生者也 人心一日不滅 則勇氣一日不適 故能毅然以身為犧牲而不辭 當時汪精為寫出這句說話是1909年 即是在刺殺攝政王之前的一刻 寫給湖漢文的一段說話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什麼呢? 當時革命因為多次失敗 很多人心灰意難 於是汪精為就用了刺殺攝政王的方法 希望可以重新去振奮革命黨人的士氣 所以他寫出人心一日不滅 勇氣一日不適 這句說話 我們可以看一段文字作為胡錦 在第五十一節那裡 汪精為就會提到 無如革命黨之行事 不能以運動為異竹 眾有千百之革命黨運動之海外 而於內地全無聲響 不見有直接激烈之行動 則人己己己望中國之有革命黨義 剛剛提過 其實這些文字都是寫給湖漢文先生的一些想法 他可以看得到剛剛說過的 中國革命在1909年的時候全無聲響 很少直接會有一些激烈的行動 所以汪精為就有刺殺攝政王的決定 從兩段文字我們可以看到汪精為的想法非常直接 當時他大約是27歲左右 一個我們可以看得到民才勇氣並重的一個人 難怪汪精為亦都在刺殺攝政王失敗之後 會寫出引刀成一塊不負少年頭這一句的名義 我們再看看第二個部分 政治與民眾 在第52節我們可以去看得到 如果民主勢力沒有養成 民主社會沒有確立 不但白紙上沒有黑字 即使有了黑字 每一個有特殊勢力的人 就不會將白紙上的黑字當做一回事 譬如你要他走 他白賴著不走 你反對他 他少知叫警察去捉拿你 大支索性叫他私人患養的軍隊去掃滅你 剛剛所說的一段文字是來自1930年 汪精為的想法明顯是三民主義的一部分 民權主義 這個即是汪精為提到的民主社會 是需要去確立 即是他剛才說的白紙黑字 否則就會被特殊勢力打破 說到特殊勢力 大家會想起哪一個部分 以前的是不是說國共兩大黨 甚至可能大家會想到其他的 例如青幫 還是汪精為提到的其他人呢 到了今天 還是不是兩大政黨可以去華島市 加上幫派去管治整個社會呢 各位應該心中有數 汪精為這段文字其實很發人心醒 那時候是1930年 令人會想起2024年的今天 其實有沒有進步過 是不是真的一直五十年不變 甚至一百年不變 管治中國人的方式 是不是真的要身平舊走 二樣畫葫蘆 下一節回來會介紹第三個部分 作為名人金句 一會兒再見 Hello 大家好 我是柴宇漢 今次就出了這一本的新書 《左右國共大局香港第三勢力流亡錄》 這一本的新書 我用了十年的時間去寫成 真的所有的血汗 金錢 時間很多的東西 都真的花費了下去 用了很多的功力去寫下去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去支持一下 而這一本的新書 就會講到很多香港人流亡的故事 不知道在身在海外的華人 或者給了很多香港人 會不會有些參考的地方 所以買一本去看看 會不會值得去鑑鼓資金 回到名人金句的環節 剛才會說過第三個部分 在這個部分會介紹 第三個部分是戰爭與和平 其中在第五十三節會提到 我今天想起當初和我一同坐飛機 出重慶的曾仲明同志 和首先勸我離開重慶的沈松同志 我慚愧我到今天尚在人間 我誓以我所餘的熱血 貢獻於和平運動 剛剛所提到的汪精衛其中兩個人物 一個是曾仲明 一個是沈松 兩個人都是在1939年的時候 因為有人暗殺汪精衛 而這兩個人就是被人錯手暗殺了 他們都是汪精衛的親信 我看完這本書之後 我有一個大膽假設 就是汪精衛當時大概已經有一套 和平的想法 希望不要殺錯良民 而兩位的好朋友 正正就是因此而為他犧牲 無辜斷送聖明 令他和平的想法更加根深替故 所以汪精衛就會去說 誓要以他自己的熱血貢獻於和平運動 當然這個想法只是我的大膽假設 當然仍然要小心求證 加上觀眾朋友的指證 希望看看可否是否適當 我們再看看下一節 在第七十節 裏面文章內容就會提到 在今天的世界 和平只是理想的名詞 不是實現的名詞 要實現這個理想 依然需要奮鬥 奮鬥不只靠自願 尤其靠力量 自願可以一朝奮發 力量就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養成 這段文字是在1934年 汪精衛在中央黨部發表的一個演講 那時剛剛是紀念孫中山逝世 九周年 汪精衛這個想法 明顯是受到孫中山 知難行義 這種想法所影響 和中國人一貫所說的 知而行難的想法 剛剛相反 所以他會去指出 和平不是靠知道 而是靠力量去實踐 這樣才有辦法 有機會可以實現得到 而且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養成 但這一種的想法 是在當時4億的中國人入面 是不是真的可以深入明白呢 其實真的那個難度都會非常之大 我在這本書中 剛剛所說的三個部份 可以看到汪精衛 其實是一個很理想主義的人 從革命 從民主 從和平 都是一樣 汪精衛肯定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但是他一個人明白 是不是真的有辦法 可以令4億的中國人去明白呢 這個恐怕我自己會這樣看 真是比登天環繞難 借用孫中山經常會說的一句話 汪精衛應該是一個先知先覺的人 但是4億的中國人 很多會是後知後覺 甚至會有更多的是不知不覺 所以今天講這本書 在這三個部份裏面 講到革命 講到民主 講到和平都好 要令長期活在漁民政策裏面的人明白 才是一個最大的課題 由於今集是提早錄影的 我在下一集回來 會和大家再去回應觀眾 我們在下一集再見 多謝 2024年6月23日星期日 堅尼地球沈玉輝Patreon YouTube 網站會員區每日獨家內容摘要 隨緣家書大長篇私遊記 獨裁者之旅 瘦西施古的故居 其實不及一個香港的小富豪 讀者分享 中歐美電動車大戰 電動車一陣中國士氣 上集 會員獨家影片 Simon 匯克室 大師班第133節 若囚醜聞是如何出現的呢 多倫多大學心理系副教授Spice Lee 講解史上最有爭議的 史丹福監獄實驗 第三集 有道肉質越強硬越好 這是符合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實驗嗎 堅尼地步聯盟 The Deportments Decoding Indian's Emotions How Moody's Groove Loses 我的香港回憶保留十維篇第22章 舊式收音機和電視機天線 立即介入堅尼地頭 沈旭輝會員Patreon專區 越南完整文章以及會員專屬影片 開啟動機 V 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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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X